新北再次领先全国推动创新节电措施 以智慧节电应用为主题 结合智慧照明、智慧空调与智慧能源管理 业者是一口气推出了八项多元且智慧先进的应用模式 市府今天发局在30号的记者会上也宣布了多种的优惠方案 新北市大力推动节电 虽然已经连续两年获得全国节电竞赛第一名的肯定 进发局张峰元局长表示 市府推动节电脚步将不断的创新做法并与时俱进 以这次的计划为例 跳脱全国在节电措施设计多以大型企业为对象 特别锁定规模小且资本低的中小企业 其余新北辖内极高达17万家 且用电占整体服务业的57% 可见中小企业的节电潜力不容小觑 新北市政府着重的是 我们新北市境内17万中小企业 这个就不在我们所谓的大用户的那个范围 这17万中小企业主要还是用电 耗电最大的地方有三个 第一个还是空调 第二个是灯 第三个就是工厂里面的 或是比较大型的机电系统 那这个我们想说号召更多的企业来参与我们这样的活动 张峰元表示 这次智慧节电专案考量中小企业用电 并联合祭出三大优惠好康 它是一个你不需要购买设备 你不需要而且保证有效的节电服务 只要你采用我们的服务 30天你就可以体验超过10%的节电成效 而且它我们以我们过去的实际的案例为例 以台北市某一个某四星级的饭店 过去的又使用我们的节电服务 它上个月它节省多少电呢 节省了两万七千三百度 一个月节省五万块 我们预估它一年可以省下五十二点四万 我们再以另外一个台北市某一个公署银行的大楼 它采用的服务呢 上个月它节省了八千两百八十度 它上个月就省了两万多 一年可以预估可以省下二十七点九万 导入我们这个所谓智慧的节电方案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很大的一个 因为数目够多的这样的一个节电效果 所以节电效果 那第三个我们跟官方案 我们如何让这件事情能够成功 我觉得成本是最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 那成本基本上我们现在第一个非常有幸于 因为我们新美式ICT产业非常发达 我们的包括秘书长在这边 我们的那个电脑ICT的进展速度太快 导致我们不管是在控制元件的硬体 或者说控制的那些软体 还有一些ICT的设备 能够这样子联网起来 整个成本降低 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到了 可以来推 第一好康是限量免费体验 提供限量八十组的智慧节电方案 供业则免费体验 第二是早鸟优惠 凡于107年2月前申请 还可以享有新北专案优惠价 再8折的价格 第三则是新北专案优惠价 新北企业只要于107年的10月底以前申请 就享有新北优惠价 至少市价8折限量8000名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这会难受伤不到 这会难受伤不到 这会难受到 感谢观看